过年期间每一餐都很丰盛 大家会觉得亲友聚在一起 一不小心就吃多了 而对于年菜各项营养的摄取 除了不要过量之外 对于家中有慢性疾病的长辈 也特别要注意了 台东马街医院营养师 就针对长辈的年菜营养摄取 提出了建议 希望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吃着健康过好年 过年期间与家人团聚 丰盛的年菜准备上桌 好好的大大美食在所难免 而对于营养摄取的控制 不仅是年轻族群 想要维持体态才做好管理 对于家中患有慢性病的长者 也需要更加注意 根据国建署的调查资料显示 台湾有八成左右的长者患有慢性病 其中高血压与糖尿病最为普遍 对于他们的营养摄取 台东马街医院的营养师 也提出了建议 当然首先就是要特别注意 长辈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慢性疾病 那不同的慢性疾病 我们的饮食的建议会不太一样 如果本身就是单纯的糖尿病 我们用这个我的餐盘的 这样子的建议量 既均衡又可以适量 就可以达到好的帮助 那如果血压比较高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些高钠的食材 所以我们有讲到 我们希望我们采买的食材 都是比较新鲜的 含钠量不要那么高的 那一些腌制的 像这个过年年纪刚提到的 像香肠、腊肉 这种都比较高原的食物 适量摄取就好了 每餐水果拳头大 然后菜比水果多一点 饭跟蔬菜一样多 豆鱼、蛋肉一掌心 坚果种子一茶匙 那每天早晚一杯奶 针对年菜的营养摄取 民众们如果有任何疑问 也能到国建署网站 查询相关资讯 而平安过好年 除了吃的健康并保持好免疫力之外 年节期间大量人口流动 也容易造成病毒扩散 乡亲们务必比平常更加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 才能平安过好年 记者结论 塔东市报道